走在台东市四维路上 可见一栋日式住在围墙内 种有两株涂产老莲物树 树枝以及树干上白莲物结石累累 时光仿佛回到了台湾的五六零年代 白莲物果实不大 口味不甜 但那色色的口感却是老一辈的人们 儿时熟悉的味道 随着农业改良技术不断的精进 推出了文明世界的黑珍珠、黑钻石等等 而白莲物也逐渐的被淡忘 这里有40多年 40多年 这没种这么久了 差不多40多年 这如果没有黑莲就没得到家了 有病重来 土产白莲物已经无法在市面上 与其他品种莲物竞争 老树也只能是庭院中儿时的记忆了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报导 老树也只能是庭院中了